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在这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美食世界中 总有一些简单的食物 却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味觉享受 土豆饼这样一道朴素的家常美食 当你掌握了正确的做法 它便能在你的味蕾上捂出一曲外酥里嫩 软糯香甜的华丽乐章 只需简单的几步 就能让人看着直流口水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几乎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每一个细节都印含这家的温暖和 手作的情感 一切始于一块普通的土豆 它在你手中褪去了粗糙的外衣 露出了洁白的肌肤 切成片后被放入锅中蒸熟 蒸汽中的每一个威力都在为它带来变化 使它从坚硬变得柔软 从单一变得丰富 同时鸡胸肉被切成细末 它将为土豆饼增添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萝博和香菇也切成了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小葱切成了葱花 这些食材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 味道和质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中的水烧开 加入了一把盐和少许油 青豆被放入 紧接着是胡萝卜和香菇 炒水的过程不仅让它们变得更加鲜嫩 也让颜色变得更加鲜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炒至金黄 香气四溢 随后加入了超好的蔬菜丁 一点点盐调味 翻炒均匀 直到每一个食材都被火候唤醒了 它们的美味 炒好的肉末和蔬菜丁被盛出 放入了土豆泥中 小葱的绿 胡萝卜的橙 香菇的棕 色彩斑斓 加入盐 白糖 鸡精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淀粉也加入了 它们共同作用 将土豆泥转变成了可以酥型的面团 换均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手上抹上油,取出一块面团 捏成饼状 捏成饼状 锅中刷上油 银放入 火候适中,翻面 耐心等待 捏成饼状 不久,两面金黄,饼体酥脆 这是土豆的转变 是热油的魔法,是时间的见证 当土豆饼出锅的那一刻,它不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家的味道 是对传统美食的传承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就是土豆饼的做法 它让简单的食材展现了不一样的美味 让繁忙的生活中有了一丝的安宁和满足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土豆的软糯 馅料的鲜美,还有那饼体的酥脆 这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是生活中小小的快乐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